小朋友们,马上就要上线的这个眉眉贴心兔居然是免费获得的 不过这次的免费获得居然是皮肤自己把自己改成免费皮肤 并不是策划大大一开始就准备的免费皮肤 哈哈,没想到啊 王姨把该联统的联统完了之后 还来了一波皮肤和它在官方人员之间的联统 奇妙,实在是太奇妙了 并且这款皮肤一开始的名字叫做眉眉贴心兔 是老媒的美 原因呢,是因为她本身非常爱吃草莓黑森林蛋糕 但是在蛋糕盲盒店里 直至把所有金币花光 都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蛋糕 与此同时 甜心兔突然发现天空中有道穿越到现实世界的内缝 此时的蛋仔参花正在制定甜心兔的获取方式 以及叫什么名字 甜心兔发现自己的名字前面两个字是倒霉的美 一下子就明白是策划干的好事 于是她悄悄潜伏到了策划工作室 利用自己身上的线条 把策划五花大绑 在看到自己的获取方式及名字之后 大吃一惊 然后就自己动起手来 把获取方式改成了免费获取 并且把原本名字倒霉的美 改成了草莓的美 策划看到甜心兔即将上传最后的方案 本想做点什么 但无可奈何 甜心兔依然决然地摁下了上传键 然后从身后掏出一颗手雷 拿走了桌上的墨镜 在炸掉策划大大的电脑后 潇洒地戴上墨镜 满意离去 最后策划大大还因为 眉眉吃心兔的获取方式 改成了免费 还被老板夸了一顿 哈哈 这么奇妙的联动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而且眉眉甜心兔看起来 虽然有点疙瘩元素在里面 但还是藏不住她的可爱呀 抽毛和志祥的期待 没抽到之后的心碎 还有望着那一无所获的 钱袋的表情 真的 都拿捏我的好吧 好啦 家旦们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这款皮肤呢 小哥已经是狠狠期待住了 皮肤正式上线日带2月10号 只要完成活跃任务 就可以领取啦 好啦 家旦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咯 拜拜